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滑 据说李师傅今天不是用油滑 用水滑 没错 我们师傅以来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少油为主 好 那咱们边坐边聊 好 我先切下这个雄式 好 这个家里吃的时候有的家庭喜欢去皮 有的不喜欢去皮 就看您个人的口味了 所以我们先烧点水 您帮我 好 我们烫一下 好 把皮请您帮我 切个十字道 其实这道菜也是小朋友吃比较合适的 番茄 蛋 奶 虾都是好东西 是吧 对 看看它怎么搭配 有的朋友说这个做水干嘛呢 其实我们做水超小凶势 超小凶势 你可能会说这凶势一超不是就更水了吗 我们有妙招 几秒钟 就马上出锅 赶快拿出来 没错 其实这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说先给它预熟 先给它预熟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说让它这个蛋和虾 在炒的时候更能够融合在一起 没错 没错 我们把这个虾稍微腌一下 腌一下 入点底味 胡椒 一点点的腌 把它搁一点淀粉 然后它在这稍微咸一咸 您帮我把这个虾稍就可以烫一下 好了 这可是很艰巨的任务 为了慎重体贱 我先给它搁这里边 走 其实要去皮呢 就是在里面滚凉滚 就把它出来就可以 其实就好去了 凉滚 可以了 这样您帮我去着皮 好 我把这个虾稍我也烫一下 好的 把切好的这个虾稍放在里就可以 我们切了一个十字刀 切了一个十字刀 然后呢 去皮就行 这个呢一方面的烫呢 它这个虾稍也热了 另一方面呢 把这个不易呢 这个虾稍的汁在炒的时候 过程中呢 就出来 而且我们划虾的时候 省得到时候 西红柿还没熟呢 等到西红柿熟了 划虾那火火过了 鸡蛋也老了 对 划炒就讲一个火候 真是很容易 很容易 来 完成任务 好 我们这火就可以关了吗 没有 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虾 炒了一下 好 腌好的虾 放在里面炒了 过去呢 过去我们都是用油滑 没错 今天用水滑 吃出来更健康 对 而水滑我们有些技术 这里边呢 我们用这个淀粉裹了一下 起到保护作用 虾肉更嫩 对 上得柴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鸡蛋呢 打在容器里面 鸡蛋呢 我们打的时候呢 可以加一点奶 对点奶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 会更滑 更滑 哦 这比例呢 比例就是看您的这个口味 喜欢要多一点奶香味道呢 就多放一点 如果不喜欢呢 就得少放一点 1比2 奶是一份 然后这个鸡蛋是二份 对 可以 好 来来确保它能够 这个炒出来更好 就加点淀粉 是吧 再加点水滑粉 好 好了 董老师 你们帮他放一点油 油不要太多 对 少油 你看 行吧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烫好的西红柿 来 入粉粒 好 这就是焯烫好了 虾仁 好 一起放在那边 看着就漂亮 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盐 来 来 大概味道一次就调到位了 对 好 这油差不多了 这油温不要太热 六七十度就可以了 七十度有要 这是快速的 这样 打开 滑 是吧 多漂亮 好 其实这时候这些食材都已经熟了 对 现在就让他这个鸡蛋和虾 充分的滑在一起 滑在一起 差不多了 这时候大火 催 一定要大火 好 可以了 好 翻个个儿 行了 上盘 翻 番茄滑蛋虾 这就得了 没错 其实这个 从色彩来说 孩子一看就消失 对 因为这个色彩比较的鲜艳 对 因为孩子嘛 他就有时候看这个吃饭的 他并不是说看你这个味道 他第一呢 先是看你这个色彩 对 你这个色彩好 他就有食欲了 不得了 李杰师傅研究儿中心理学了 为了孩子一见 而且这道菜老年确也好 低油 低脂 而且都是好东西 营养丰富 对 做起来也很容易 不是那么麻烦 没错 咱们从头再说说 下一步 虾仁我们腌制一下 过去呢 过去我们都是用油滑 没错 今天用水滑 用水滑 完了把这个熊柿切成丁 抄一下 几秒钟 马上出来 完了把露损粒也都抄一下 抄出来 完了我们打这个鸡蛋 但是记住 要割一点奶 割一点淀粉 这个滑蛋滑出来呢 会更加的嫩 对 这个笑门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完了 火厚就是油 不要太热 七八成油 足够了 七八成热就下去了 足够了 然后爆火炒 明天老时间 老弟弟 老朋友 还是这句老话 不见不散 再见 板栗和山药 也能做出烧海参般的味道吗 烹饪大师究竟用到了什么特别的原料烧出这样的美味呢 明天 明天我们请到国际级烹饪大师区浩为我们介绍一道大葱板栗烧山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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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